我們今天請到一個會議啦 就是我朋友黃正宏律師 講台三線追交手被開單的事情 這一次在苗栗發生的就是 在103K那邊 就是他們好像勸導了十幾艦 趕了十幾個人 然後最後有四個人被開罰 當初的狀況就是 他是7月18號早上9點多 他蹲在水溝裡面拍攝追交 然後被以妨礙交通的這一條威力 然後而且最可憐的是 他好像是說這個罰單好像是得特別 到頭份交換 他沒有辦法線上刷卡 也沒有辦法超常講誰 他如果是台北人他還要 好像要拿到收到那樣的罰單之後 最後還要來投更小的樣子 對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影響蠻大的 然後事發經過就是這樣 然後總共有四個人 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不管是從法律面 還是就是 車友現場的應對 或是後補一些救濟的方式 他開的罰則在這一次的是什麼 第78條他這邊其實 針對的是行為 行展的行為 對他這邊用的第四款是 於交通平凡之道路 任意奔跑 追逐 吸油 或坐 或 蹲 立 足以阻礙交通 對 所以他的關鍵是什麼 除了有這些行為以外 就是 第二 就是行人 對 你要是行人 好 移道路 道路 然後 有那個行為 任意奔跑 追逐 吸油 這些 然後就 要 要 而且他那個叫 交通平凡之道路 他再來 道路 道路 道路是指什麼 道路其實他的那個 道路交通管理阻礙條例 他一開始就跟你講什麼叫做道路 嗯 他是指 公路 街道 對 巷弄 廣場 騎樓 走廊 或其他公 公眾通行之地方 嗯 那路邊 可是所以這邊第二個就是剛剛你講的 暴露 水溝算不算暴露 公公眾通行的地方 代表他前面那些東西 他的性質都是一樣 他是有一個公公眾通行的意思 存在 對 那 水溝蓋 通行 不是水溝蓋 是水溝裡面 水溝裡面 是公眾通行的地方 蛤 不過我 我看那個新聞他警察好像有特別說明 對 不知道是警察講的還是誰講的 總是他們其實有想出一個方法是 因為我道路的定義是有講到公路這兩次 對 那我就去看 因為我們有一個法律叫公路法 公路法 公路法裡面他的公路又有一個定義 嗯 等於說我從這邊再去連結到公路法 然後公路法他的公路的定義 又有包含 道路的 入廁設施 入廁設施 對 所以說 所謂的道路 也算道路 對啊 這也是 這也是我們的公路法裡面所稱的公路 所以要開 然後再來就是 你剛剛講的 不管是你坐臥 蹲立或什麼的 都有一個前提 就是要阻礙交通 對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阻礙交通 我蹲在水溝裡到底哪裡阻礙交通 是看到會怕還是說有人會想要開到水溝蓋 他擋住我的路了 所以他擋住我的路了 開到水溝蓋 我要去水溝的東西 第四款他怎麼看都是充滿了問題啊 對 他用這個行為 就算我是行人好了 我在水溝裡面 對 我有阻礙交通嗎 路在旁邊 而且更不要管我們的馬路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那個 除了慢車道以外還有神奇的大路間 大路間 所以我可能 根本是在道路邊線以外 在外 才是水溝 連路間都不算 對啊 那都已經是很外面很外面的地方了 我為什麼會有 為了阻礙交通的問題 一個開罰的當下 警察如果今天真的過來勸導你呢 就是要你主開 或是要開你的單 我想問一下律師 你如果今天是追教手 你覺得你整個硬罪會比較好 他如果真的要讓他開單 就讓他開吧 但是我建議會是 你也留下一些紀錄 什麼紀錄 就是你的溝通過程 對 第一個 當然我先確認他是不是緊張 我就先問說我的行為 我可能就會稍微敘述一下我剛剛的行為 請問一下長官 我剛剛 在水溝旁邊 我也沒有在馬路上 我就拍我的照 請問這樣子我有妨礙到什麼交通嗎 或是說你們這邊有什麼特殊的規定 我們知道的 想請教一下長官 這等於是 第一個詢問你為什麼被開罰 第二個你也 敘述了你剛剛的行為 因為你這個是要避免一點是說 他可能在事後說 我們發現你 然後摘一個你沒有做的行為 所以我們遠景當場看到 你是有穿越馬路的 什麼什麼的這種 然後避免這行為發生 在詢問的同時 我就先重複我剛剛的行為 然後他當然就會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他在當場就說了一個 你沒有做的事情 找路人作證 然後找路人作證 你剛剛有看到我走過去嗎 沒有沒有 你有看到我 一定會說沒有嗎 那就好就到此為止 就讓他開攤 事後你再去想辦法撤到這個單 那你的意思就是要先錄影嗎 對 如果是我的話 在確認這個東西是會有爭議的時候 然後我也不服 就是我不願意吞這三百塊 對 的時候我就會開始錄影 所以你的意思是 警察要開單 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他如果硬要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有一些強制力的動作的時候 才有可能 例如我們常見的領域 的代步 然後領檢查驗身份 這種的 會跟刑事犯罪比較有關的 這種 強制力的行使的時候 就比較會有一些 當場的動作 例如大家常見的 什麼 我要意義啊 請你開意義 那你給我這種的 順便跟大家講 如果警察 想要看你相機裡面的照片 來 看相機 基本上這是一種 搜索的行為 已經是 已經是 這已經算是蠻嚴重的侵害 希望大家對於權利 自己要有點 觀念 不管你是手機裡的照片 還是相機的照片 還是你包包裡面的東西 或是車子裡 車子裡的東西 都是一樣 那是 那是你的隱私 你沒有什麼理由要 除非是你主動說 好好配合你 你要看去看 那是你自己放棄權利 但是你是有權利 跟警察說 我不想配合啊 那你有什麼理由 要看我的東西 這是搜索行為的話 你要有搜索票 你要有法院開的搜索票 這一次他就是得 跟原單位申訴 對 他的程序是會先有一個 30天內 你有一個陳述意見的智慧 對 就是我覺得這張不對 但他的管道是原主分區 所以你是要 假設是警察開的 你就是要上警察局 假設是派出 不管是派出所或是分局啊 因為實際上是哪個單位 我還不知道 對 他就是要向他去說 我覺得不對 然後他就會 警察單位他就會有個裁決處 等於是 決定 對於你的意見表達 我有一個決定 對 決定下來之後 那個就是確定處分 對 那處分確定之後 接下來就是 你還是復古 接下來後面就是行政 救濟程序 那就是打 就是打行政組裝 行政組裝 這種都算是警察開券 對 所以也不用開券 所以我為了要 繳一個300塊的法單 我還要去打一個 花300塊之後一個簡易開券就對了